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又是2021年6月21日星期一 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二期视频 这一期视频呢也是上周拍的素材 还没来得及发 那今天呢已经准备好了一并分享给大家 事实上呢是帮一个客人拍的 那这个房子呢是拐脚地两套小毒洞 跟我之前拍的一期视频靠近海边的这个小毒洞 是类似的产品 而且呢这房子是刚刚造完 我是第一个去拍视频的人 所以呢想趁热分享给大家 这个房子呢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两套拐脚的房子我都拍了 它呢非常适合一个家庭啊 如果带着两个娃 而且呢两个娃年纪相对呢 大一些可能十来岁就比较适合 因为呢它的房子啊都是做的这种套间 就是有步入室的衣帽间 以及有卫生间的有非常好的一个独立空间 两套房子各有特点 所以呢我都拍了 而且呢按照惯例啊 我也拍了附近的火车站 附近的购物中心 以及海边啊 因为离海边真的好近 那一并呢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的我现在呢已经到现场了 这就是靠近海边走路能到火车站 墨尔本东南区 马尔并的这个连拍别墅 而且是四房四位啊 每一个卧室都是套间 非常期待啊 那让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我就进来了啊 今天还下着小雨 哇这套房很有特点啊 一会儿我进去再慢慢来介绍 地板呢用的是这种橡木的地板 相对的是偏深色系的比较耐脏啊 那进来的右手边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有一个大大的一个会客厅啊 而且面积相当之大啊 你看我说话都有回升了 如果这个会客厅啊 放一些这个家具啊 好好地打理一下 会相当的漂亮 那这边的进门的左手边呢 就是楼下的这个主卧 主卧的面积也相当不错 而且我注意到 这个房子的层高啊 非常的高 这一点呢相当不错 窗户呢 采光表现上也是不错的 OK我们看看衣柜啊 衣柜的话就比较一般啊 没有做抽屉 看看上面的衣柜是不是也是这样 这边是可以放一个queen size啊 五尺的床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认为这套房最大的特点啊 就是它每一间全部都是套间啊 这种卫生间的套间 所以呢相当的惊人 那卫生间的配置呢 就是这个柜子 然后再加上淋浴房 淋浴的区域做了瓷砖啊 其他的区域是这个白墙 这个也就算中规中矩吧 那卫生间的配置呢 感觉一般般啊 谈不上特别经验 空调的系统呢 用的是Bermier 也算是一个澳洲当地的标配啊 这边呢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啊 接着我们来看客厅 客厅也是相当之大啊 我说话都有回声了 怪不得这个房子呢 因为它面积大了 所以感觉就比较舒服 那它用的这个炉灶啊 是Bosch 烤箱也是Bosch 那它用的这个抽油烟机呢 是方钛的 那很明显的 应该是一个华人开发商 厨房呢也足够大啊 而且呢它是双水斗这种比较新的设计 我还挺喜欢的 就感受一下这个客厅有多大 哇这个客厅真的太舒服了 来我们看看这边 这边呢是它的储物空间啊 其实是有有一个灯的啦 但是没有装啊 这边呢就是零街啊 不过因为这条是小街嘛 所以本身的话是非常安静的 空调呢用的是三菱的品牌 也是不错的 它这个客厅啊就特别大 所以但凡你空间大 摆东西啊就比较方便 这里放这个饭桌对吧 然后呢这边是放这个电视机 然后沙发啊 整体的这个布局呢 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套房子呢 占地面积是挺大的啊 有接近400平米 但是可以看到都用在房子上了 所以后院也不算特别大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 也是比较好打理啊 这个就是储水的这个水箱啊 我们可以看到体量非常的大 用的这个燃气呢是林内啊 这个是热水器 这边呢有一个小的铁皮箱啊 草地就这么点 这个打理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隔壁是一个老房子 这边呢就是它的洗衣房啊 洗衣房的面积不大 那这边是它的车库啊 车库是双车库的啊 双车库的一个空间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上楼啊 上楼去看看 这一套房啊 相对来讲贵一点啊 比起另外一套 OK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到楼上了 它这个房子呢面积大在卧室啊 所以说呢楼上的话呢 这边的这个公共空间啊就没有多少了 但走道还算是比较宽的 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面积用到哪里去了 进来的卧室呢也是标准的面积 对吧这个没有毛病 OK面积在哪里 面积在这呢 每一套卧室全部都是这种衣柜啊 步入室的衣帽间 这不叫衣柜了 然后每一套卧室全部都有卫生间 哇这个空间感 所以它就非常的独立啊 特别适合那种一家子生活 而且呢孩子比较大比较成熟的 那这样呢一套房门一关 就是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步入室衣帽间 自己的卫生间 特别特别的方便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间的状态 一样的这个大开面的玻璃窗 采光是非常不错的 同样的步入室衣帽间 以及同样的卫生间啊 而且卫生间这边都是有开窗的 这一套卫生间还带一个浴缸啊 挺不错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间 所以它是四房 其实是四点五位啊 这一间相对更大一些啊 它这套房就没有我们说的一个很明显的主卧次卧了 因为每一套都是套间 都是步入室的衣帽间 还有卫生间 除了楼下那个是衣柜啊 这边呢还有一个浴缸 哇这个配置 相当不错啊 所以我觉得这套房是非常实用的 很适合呢一个家庭啊 可能带人两个娃 而且呢两个孩子年龄相对比较大一点 可能中小学了 那这样的房子呢是非常合适的 那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套 另外呢到周边去转一下 第一套房的优点啊 就是它的面团很宽 比较气派 那如果说缺点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啊 一个呢就是它边上有一棵树 对吧离的还是比较近的 大概有两米半到三米左右的距离 但有些人会建议这个 今天还是有点下雨啊 我是冒雨拍摄 看到这里了啊 它两边的话是隔开的 完全不连墙啊 拐角的 这个是这一套 我们刚才拍的 它这边呢就是拐角的另一套 同样也是双车裤啊 开面也是非常的气派的 而且这套面积呢足足要大 30平米 所以我还挺期待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套 我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这一套比第一套好多了 它室内面积大了30平米 而且价格竟然还比第一套划算 应该是我看过的拐角地的这种小独东啊 最好的一套 毫无疑问啊 藤刚是一样的 对吧 哇又是熟悉的说话带回声 就看这个面积吧 对吧 这进来这个客厅 我的天 这么大 近来就是一个超级大的会客厅啊 到底是280亿平米的一个大的别墅了 我们再来看啊 这边是一间楼下的卧室 这间楼下卧室面积也是非常大的 它是有这个步入室的衣帽间啊 带窗的 然后呢 这边同样的一个套间 带浴缸的啊 带浴缸的一个套间 楼下就这么考究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客厅区域 这套房子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客厅区域 哇 刚才以为那个客厅已经够大了 这个更大 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它的车库啊 双车位 没毛病 把门关一下 哇 看看这个客厅啊 哇 这个太大了 这个客厅真的好大 然后这边的话是楼下的一个储藏间啊 同样是会有灯的 这边就是上去的楼7 一样的空桥 这边呢 还有一个公用的客位啊 是带马桶间的 在门背后 这边呢 就是它的餐厅的位置啊 它刚好呢 坐了两个隔区 而且可以肉眼可见的看到 这个客厅比隔壁那个要大的多 真的是大的多啊 楼上面积我看过的倒是差不多的 那这边就是它的厨房啊 厨具呢 一样的啊 方态的抽油烟机 炉灶烤箱 以应俱全 而且我特别喜欢啊 我说过好几次了 我很喜欢炉灶边上有一个窗 一个是排气方便 还有一个呢 是炒菜的时候视野比较好 这套房子跟隔壁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 我们马上进来观察一下 哎 这边还有一个次厨房 我的天 看看这边还有厨房 水斗 对吧 然后这里 炉灶烤箱 抽油烟机 哇 这个 这个太棒了 所以可以同时烧两份饭啊 如果是一堆朋友来这边吃饭啊 做这个housewarming 完全没有问题啊 这边还有这个洗衣房 然后洗衣房从这边可以走到后院 另外值得一提的点呢 就是它的后院呢 跟另外一套的面积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的后院啊 相对来讲呢 是更加靠理 所以私密性呢 会更好 这个就是它的后院 它后院呢 相对更小一点啊 因为这套占地面积 比隔壁那套稍微小一点 但是它室内面积 大了30平米啊 那肯定室内面积 更实用嘛 对吧 而且你们看啊 它这个后院是对着隔壁的房子的 所以说呢 它不是对接的 私密性要好很多 哇 这个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是目前我看到的 就这种拐脚地的小毒洞啊 真的是最好的一套 OK 接下来 我们来看楼上 楼上呢 我也非常喜欢啊 因为它楼上的比起第一套 它这边多了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可以作为第二个客厅 在这边放放沙发 放个电视柜啊 在楼上看电视 看完进房间睡觉 多棒的选择啊 对吧 这边是它的一个公用卫生间啊 这一间是没有淋浴房的 但隔壁呢 就有淋浴房 加浴缸 没毛病 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是两个水斗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一二三啊 三间卧室 一间间看吧 先来看这一间啊 这一间卧室呢 就没有卫生间了 而且用的是衣柜 面积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啊 它这卧室面积都是处理的非常大的 那我们再来看隔壁这一间 隔壁这间又是套间啊 同样的 我就走到这啊 然后看 对吧 这面积相当之大 又是一个步入室的衣帽间 又是一个套内卫生间 空间感是非常强的 而且关键这两套房啊 真的不贵啊 150万左右 真的不贵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套 那这个看完的话 我之后会再去一下周边的配套设施啊 老样子 火车站啊 购物中心什么的 这边离奥特莱斯DFO啊 也特别的近 而且离海边也特别近啊 属于是东南区一个相当不错的区 环境很好 那它这个的布局呢 就不是套内的了啊 但是衣柜的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它这边把面积让给这个开放式的空间了 其实我更喜欢这种啊 这种比较实用 因为卫生间啊 隔壁那间好像多了点对吧 那这样的一个布置呢 我觉得其实更实用啊 我会喜欢这一套 毫无疑问的 我绝对投票这一套 好 那两套我们都看完了 该去周边设施逛逛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哈耶火车站啊 这个火车站呢 距离今天看的别墅项目是1.7公里 其实另外一个Morabin火车站更近啊 只有1.4公里 这个距离呢 基本上走路啊 都是可以到的 但为什么选择这个呢 因为这边还有一条购物街比较热闹啊 所以一并拍一下 可以看到停车位啊 还是很多的 那现在的时间呢 是下午4点左右啊 这边的话 停的车子也是密密麻麻 接下去呢 我们走到购物街 简单的看一下 今天是星期五啊 相信这边晚上还会挺热闹的 那可以看到火车站对面 就是一个WOWS超市啊 火车站附近呢 还有一些小的公寓项目 这一条呢 就是High Road 就是这个购物街了 那可以看到呢 这条街上 以这些酒吧饭店为主 我相信这边晚上呢 是相当热闹的 这边的车流也挺多啊 这条街上还真挺方便 我们看一看啊 逛一逛 烤鸡店 面包店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油局 美容美甲店 这边生活还真的是挺方便的啊 挺不错的 那我就不多拍了 时间的关系 这条街呢 一直延伸到 那边 那头结束啊 基本上呢 都是一些饭店啊 咖啡馆啊 啊 还有一些礼品店 精品店为准 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我就拍到这里了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 Morabin最大的商业区啊 也是一个超大型的购物中心 主要呢 就是DFO奥特莱斯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 Chemist Warehouse药房 还有GoodGuys 电器街 旁边的Best Friends 也是 卖电器的 卖厨具的 这边呢 还有奥迪超市 另外还有一些像 这个肉铺啊 包括卖水果的等等啊 那DFO其实是这一片区域啊 还有这个TK TK Max是卖一些 比较大的品牌 但是呢 价格还比较便宜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内部的DFO 稍微看一下啊 这边呢 就是DFO的一个入口处啊 入口处进去呢 就是DFO的这个店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周五停的车 还是挺多的 沃尔本的一共 其实就三个DFO 一个呢 在市区啊 另外一个呢 在沃尔本的 这个东南区 摩拉比就是这边 那最后一个DFO呢 是靠近机场里边 在西北区 所以这个呢 对于东南区生活的朋友们来说 是最近的 因为现在呢 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所以我可以看到 很多店已经关了 因为澳洲这边啊 它不像国内啊 这种DFO呢 一般到六七点 也就差不多关了 不像国内夜生活 都是开到很晚的 对吧 所以呢 我这里啊 就简单的 带大家逛一圈 看一下有哪些品牌 总体来说呢 倒没有特别大的 这种大名牌啊 基本上都是比较平价的品牌 二线的为主吧 由于时间的关系吧 我可以看到 很多的店铺呢 都已经要关了 而且呢 现在这个时间点啊 很多人可能还没下班 因为星期五啊 所以人流不算太多啊 OK 那这个DFO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好的 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两套房怎么样啊 刚刚建好的 拐脚地的两套小独栋别墅 我觉得呢 还不错 尤其它的布局啊 还有它的面积 我都是相当的喜欢 那平心而论啊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缺点 第一套房呢 它旁边有一棵大树 离房子还是比较近的 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 讲大树的问题 对吧 大家呢 应该心里也清楚了 而且呢 这个房子呢 它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考虑到它的这个价位 它相对来讲啊 用料啊 尤其呢 像卫生间的部位 还有其他方面呢 相对来讲 比我上一次拍的那个 就略低了一点 这个也是合理的 因为你建筑面积大了 对吧 那相对的 你的装修标准呢 可能就会下来一点 所以各花入各眼 我觉得还是看合不合适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比较中立的一个分析 好了 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啊 看着我这么卖力更新的份上 麻烦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会奉献更多的 更精彩内容给到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